你 hey guys welcome back 大家好这是crypto主我是andrew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里呢 我们有另外一支 daily update video送上给大家 那目前比特币的旁边呢 比特币最近一直处于在 31,000跟28,500左右 这个区间呢 去来回去震荡 那目前已经磨了好几轮了 那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接下来很大可能会出现一些方向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忘记 一定要把这部影片呢看完哦 那影片底下呢 就有这个by b 的申请账号的这个连结 那如果你用我的连结去注册 并且入金呢 就可以领取免费的高额奖金 那这个高额奖金呢 换算过来嘛 币是差不多18,000左右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优惠啦 那今天正式开始 我们的bitcoin走势分析之前呢 我们先来谈一谈最近 非常夯非常火爆的这个 luna ust 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情发生 经过来龙去卖这些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好吗 对不对 因为最近闹到这么的这个火热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多多少少 知道一点点 目前可能大家会好奇说 哎 这个luna ust 到底还有没有救 现在如果我还有钱被卡在里面的话 他接下来还有没有救 那我个人觉得说 哎 现在到这个地步呢 他要有救呢 非常难 ok 就是他的概率非常低 不管你的钱提出来了没有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我觉得很大程度来讲 这个luna跟terra呢 应该很小概率会复活 甚至是复活到以前的那个样子啊 而且ust 本身的那个价格呢 应该很难挂钩回到一块钱啊 为什么 因为从他跌到现在呢 他的那个selling pressure 就是卖的那些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目前ust 跌到去现在这个价格 只要他稍微的涨一些 那这些之前在一块钱买入的这些人 就会想办法去套先 就会想办法去把他们之前套着的 这些钱的拿出来 所以不管是ust 还是luna都好 他只要稍微的去涨一些 人家都会去卖掉 他只要涨一点 人家就去卖掉 把这些钱呢套先出来 所以这个就有所谓的 salem pressure 很高 那在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其实网络上的都存在这几个呢 去补就这一件事情的这个方案 那当中最受大家欢迎 并且是最多人能接受的呢 就是由这个fatman propos出来的这个proposal 也就是一个补救方案啊 那我会把这个link呢 放在我的影片底下 因为他这一篇文章比较长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仔细的去读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link呢去读一读 那如果是懒惰读的人呢 那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最主要的这个方案到底是怎样 那就是呢 他提议所用之前这一个 之前他们的这个luna foundation guard 留下来的这一个 funds 也就是用他们之前剩下来的 这个bitcoin reserve 那这个bitcoin reserve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 他的这个用途是来解救 如果这个ust 万一发生了一点点脱钩 还是一点比较严重的脱钩的话 那这些钱这个bitcoin呢 就是拿去救这个ust的 就原本的这个用途 就是希望说可以用这一笔钱呢 来拯救这一个ust luna 这个死亡螺旋 那这个由fatman 所提出的这个proposal呢 就是希望说我可以用这一笔钱 来偿还大部分of这一个 事件的这个受害者们 那前提是你之前必须要有把你的这个ust呢 存放在你的这个ankle里面 那他们才会使用这个bitcoin reserve 呢去偿还你 给你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买的这些ust呢 能够以1比1的这个比例呢 换去usdt或者是usdc 那其实呢这一整套方法呢 其实到最后呢 其实是他们发现说是不太可行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存在着一个buck 那其实这整套方案呢 其实他真的要执行的话 是需要有一个前提的 他有一个requirements是需要被打到的 那就是呢 他们的这个lfg的这个bitcoin reserve呢 还需要拥有1.46个b的这个钱呢 他才足够呢 able呢去refund 去偿还这些99.6%的这些ankle wallets 去偿还他们的这个损失 那到最后他们才发现呢 其实这个整套方法其实不太可行 因为到最后呢 这个lfg的这一个bitcoin reserve呢 其实都被他们拿去拯救那时候的ust了 那时候ust脱钩的时候 他们就拿了一部分的钱呢 一直去烧一直去烧 一直去尝试去补救ust的这个脱钩 那大家看到这篇文章呢 就他们自己lfg自己就表示了 他们的这个btc reserve呢 其实就已经是从80千呢 减少去到313了 所以已经是所剩无脚 所以基本上呢 就可以去证明说 哎其实这一套方案呢 其实就不太可能可以去实现到 那这个就是呢 他们想要去拯救ust跟lunah 其中一个方案啦 那这个lunah 归零的这件事情呢 确实我觉得说是一个 整个币圈的一个黑天的事件啊 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呢 也依旧还是一样刷新的 蛮多投资人的这个 一直以来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不太是刷新了 而是提醒 ok 提醒了这些投资人 加密货币市场 就是依旧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为止提醒大家 就是你想要去玩 coin 还是什么coins 都可以 那基本上你要知道 你自己本身来做是什么操作 那更不用讲 risk route ratio card loss 这些呢 基本的操作 我觉得是每个人呢 都应该要懂得去 如何去做了 然后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动作来的 那基本上从lunah暴跌 归零的这个黑天的事件上 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 可以去意识到说 the importance of card loss 止损和风险管理的这个 背后的这个重要性 ok 你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 是可以很厉害 确实如果你从一块钱买到lunah 等到他去120块 你确实是赚了120倍 可是如果今天 你到最后赚到120块 你不懂得怎样去止赢 你不懂要怎样去做防守的这个动作 他在30多天里面 从120块 掉到去归零 那你如果没有去做好防守 这个动作反而是 一直无脑的去抄底 买进 不懂几时要放防守 不懂几时要cut loss的话 那你就很大 可能还是会把那一个钱输回去 所以那个重点就是 你不管在前面赢了多少钱都好 不管你的plan能够帮你赚到多少钱都好 但是他如果不是一个 能够帮你constantly赚钱的一个策略呢 他都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那长久稳定获利呢 反而是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去专注的一件事情 那简单的来讲解一下 lunah 这个拯救计划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bitcoin 走势分析 我们一样打开回我们的天图 EMA10跟20 那目前呢 按照EMA10跟20来看的话呢 价格依旧还是看跌为主 那在这几天呢 其实我们的会员们呢 也是一样有赚钱 然后在前几天 其实有让大家多多去关注一下 这个30500跟32500左右的这个点位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们目前呢 就已经是在盈利中的这个状态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jacky 也是有盈利了500多个percent 300多个percent 500多个percent 有一些短空也是 依旧还是有在赚钱 ok 所以在这里恭喜我的vip会员们 恭喜你们呢 赚钱 ok 做空赚钱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时间段 看4小时图 那其实打开了4小时图之后呢 接下来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说 哎 其实价格呢 一直盘整在31000到28500左右 这个点位 那其实这里呢 也算是有一个triangle啦 目前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价格 一直是盘整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你可以发现到说 哎 其实这个方向很快就要出来了 由于现在目前是大方向是偏向看空 那目前其实关键的主力点位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就是有 那就是呢这个30500左右这个点位 之前呢有给出这个点位 那价格呢来到这一个区间之后呢 就迅速往下跌了 那从这个地方往下跌呢 就是一个目前为止 都还有一个379个percent 那到如果最底部的话呢 有一个接近快要6个percent啊 如果是100千的话呢 就是一个接近快要6000块的一个profit啦 那基本上呢3万块呢 他其实是越来越多主力点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resistance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这个是第一个indicator呢 给出3万块呢 是一个主力点位 那其实第二个呢 你可以发现到说 哎其实在顶部呢 也出现了一个trend line ok 也就是一个resistance trend line 这个trend line呢 你会发现到说 哎在这里第一次的时候也是阻挡价格无法前进 第二次也是阻挡价格无法前进 第三次呢 在昨天也是依旧阻挡着价格无法前进 那接下来如果价格再次回到3万块 他依旧还是有一个双重主力点位 再加上呢 这里也是EMX10的这个点位 那EMX10的这个主力点位的这个威力呢 我就不用多多去解释了啦 你可以看到一直以来呢 只要是在熊市呢 价格都依旧无法去突破EMX10 ok EMX10跟20 但是呢 如果牛市想回来不是不可能的 ok 如果接下来价格能够去突破3万块 跟32千的话呢 价格还是依旧有可能呢 能够赢来一波上涨的 所以说如果目前大家有在做空的话呢 依旧还是一样 要把你的防守这个part呢 去把它做好 因为3万块这个点位呢 分分钟价格想要被拉上去呢 依旧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里是很多大买家 买进的这个点位 ok 所以防守方面一定要做好 ok 不能让自己赚钱的这个当值呢 最后呢 变成亏钱 ok 这个很重要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分析啊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的 这个走势分析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并且喜欢这一系列的走势分析影片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订阅 点赞并且分享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 打开小铃铛 这才不会错过我的emergency update video 而且这一部影片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千万不要忘记在影片底下 那最后祝大家呢 这个市场里面的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啦 拜拜